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您乖 想到健康 年轻的潮男潮女 尤其是每天在做重量训练的人 最在乎自己身体质量的BMI 还有肌肉的含量了 可是你知道 肌肉的含量 不只是影响到身体的线条 跟这一个肌肉 跟骨骼的这一个外形 更重要的是 肌肉的含量 其实影响到人体的循环跟健康 那更麻烦的是 很多观众朋友的腰酸背痛 其实可能跟你的肌耐力不够有关 然后呢 还有一些中老年人 这个四肢无力 手脚无力 其实也跟肌少症有关 到底肌肉不足会怎么样 伤害身体的健康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 养好身体的肌肉 跟这个练好自己的肌耐力呢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了 有七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 医生好朋友刘伯文医生 大家好 再是医生好朋友王建宇医生 大家好 再是骨科医生好朋友 陈一芝医生 大家好 再是内科医生好朋友 呂绍达医生 大家好 再是我们的艺人好朋友 杨允妮 大家好 再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安琪老师 嗨 大家好 再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黄晴龙师傅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刘医师 这个每个人身体的肌肉含量 其实会决定我们身体健康的品质 那也决定我们老年后的生活品质 甚至肌肉的含量 也影响到我们基础的新陈代谢 我们一常讲这个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 可是不要忘记了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重点是 肌肉量不够好 大家越来越对我们节目 常常谈到这个鸡少 这名字越来越熟悉 常常有人碰到我路上 刘医师 你觉得我会鸡少症 常常讲说鸡少症 我说我怎么看得出来 但重点讲 我们想说鸡少症 到底有什么评估的方法 我先跟我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大概从一个 在医院的一个设备 到我们目视这个人 走路都可以看一看 比如说我们在医院 有一些特别检测方法 比如什么生物电阻法 双能量X光法 它那个测出来的数字 就用它我们肌肉里面的 它里面含水量电阻 我们有的数字 7.0 5.7 不过这个在医院测 但是它这个测来讲的话 跟我们的股密测法是稍微有点误差 另外来讲 就单纯用肌肉的力量 就力量来讲 譬如说男生26公斤 女生18公斤 其实这个东西来讲 你必须拿一个很准确 这个重量的东西 让你去做一个这个伸展 不过我常常 我们现在讲的话 你在它做测试很简单 如果你一个毛巾 久不干的时候 就是有肌草症了 对 好 这个很重要一个观念 另外就是我们看它走路 那你看男生讲 行走速每秒小于0.8公尺 这怎么算呢 其实你不可能拿每秒 算0.8公尺 对不对 我们说5秒 5.8.40 如果这来5秒走路不到4公尺 这个速度很慢 那这个可能就肌草症 其实一般来讲 我们大概如果说 你这任何一个条件符合的话 就是到前期 但是如果你经过医生的医院的诊断 测量 确实三个条件都到了 那就是比较严重的肌草症 严重肌草症代表什么意义呢 其实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国家的国务院 曾经统经过 我们在记录量前面25% 就是说比较高的 跟最低的这25% 这个两组人比较起来 其实肌草症的后面四分之一的 这些人来讲 他死亡率会增加一倍 那在美国来讲 在201年 他美国营养学期 他们做更大的研究 他们把这些肌肉量 我们想讲 他说四肢的肌肉量 如果每年这个 少于这个385克的话 跟这个每年 这个130克以下 这个肌肉流失比较起来 如果肌草症严重的人 他的三年的这个死亡率 会增加2.41倍 所以是蛮可怕的 所以我们常讲说 一直告诉大家说 我们当然讲 骨质疏松是沉默的杀手 但是其实我现在呼吁大家 其实肌肉减少 也是沉默的杀手 我们特别重视 而且我发现 肌肉少的人 是没有生病的本钱 而且有一些人是 常常生了重病之后 肌肉就大量的流失 对 我正要呼吁 您刚才讲这句话 这个一个像 我印象很深刻 你知道我们现在 很多人糖癌色病 得了肿瘤之后 最怕是骨骼转移 我碰到一个太太 她是肺腺癌 你知道她被诊断的时候 就四起 全身很多的骨头 都是转移的病灶 那幸运的是 她用了标靶药物之后 控制非常好 可是她的骨头病灶 她很怕骨头会断掉 所以她都不太敢走路 再加上 做了这些简单料理 都不太运动 后来呢 因为她因为 常常的肺炎住院 后来医生跟她讲说 你都不运动 你的肌肉量流失 可是我又怕运动之后 我骨头会断掉 后来我跟她讲 其实你适当运动很重要 我就跟她饮食指导 我跟她讲 你蛋白质要摄取 适当配合一点淡水化合物 简单的请老师 带她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她的肌肉力量 在六个月之内慢慢增加 她说奇怪 六个月增加之后 她肿瘤也是非常控制稳定 而且她从此很少在感冒 很少因为肺炎住院 所以事实上肌肉的量 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免疫系统 我们肌肉量如果少的话 免疫系统低下 很容易感冒 而且王医师 肌肉的身体的含量 实际上跟我们的体质慢性病 免疫力 乃至于新陳代谢 都息息相关 给大家一个观念 我们一个人的身体 大概到你在30岁到40岁的时候 对你身体 大概是最健康的时候 所以相对来就 呼应博士概念就好 那个时候你的肌肉 是你身上最多的时候 过了那个高点之后 你任何的器官 任何的功能 都在往下流失 可是在流失当中 我们常说 一般人我们先注意到什么 你的体重 对 我们常说其实 刚才博士有提到说 其实要测肌肉很难 我们身体里面要测骨蜜 简单 测体脂也不难 测肌肉很难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概念 如果当你的体重 比较轻的人 你可能你的肉就会比较少 对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 给大家一个观念 我们的体重 BMI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健康指数 告诉你 身体质量指数 在这个差不多22附近 到24到18.5 在这正常范围之后 表示你的体重是正常 可能你的身体的骨头 肌肉脂肪的分布 是比较平均的 可是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 我们人会有个现象 像您手上会有个板 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 会干嘛 体重会增加 这时候肚子会比较大 这时候叫什么 中心肥胖 所以当你的男生的腰围 大于90 女生的腰围大于80 当你的BMI又过重的时候 你的脂肪变多了 可是你的体重增加 你本身肉有没有增加 没有 你反而多了一堆油 那多了这堆油之后 就造成我们身体 后面的慢性病 所以现在就 我们现在有个名字叫 老人病症候群当中 这当中第一个 我们现在先提到什么 就是肌扫症 当然肌扫症会影响后面 代谢期最大的原因是 我现在举两个例子 我最近就说 加一科看很多老人 很多老人年轻的时候 都有在做运动 我有个印象很深刻 我有个老先生 他以前是台湾 太极拳的师父 他本身都教人家做太极拳 他每个礼拜都可以去运动 可是当他在十年前 他得到糖尿病之后 他糖尿病刚开始控制的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他还可以 去教人家运动 太极拳动 可是他过前差不多三四年 开始有些失智现象 那一失智之后 整个活力就变差了 就开始不运动 不运动之后 他的血糖就控制不好 就恶性循环 对恶性循环 那再过来 我今天早上有个阿嬷 她是来找我看那个厌血报告 她一看糖化血色素 快要7.9块8 可是你问这个阿嬷 有没有吃东西 她真的吃得很少 可是问题是 这个阿嬷怎么进来 她是坐着轮椅进来 你看阿嬷本身身材就是瘦瘦的 可是因为她本身 中心比较肥胖 四肢都瘦瘦的 都没力气 她没办法去做运动 所以她虽然吃得很少 但是她也没有办法 把那些热量代谢掉 所以说当你开始 变成你不能动 肌扫症 关节又不好受 其实后面的慢性命 就算我们医生再怎么去 用什么药物 其实效果都会有很大的限制 而且王医师 我们常讲人要活就要动 那个动就算不是 强烈的重量训练 也会比较hold住你的肌肉 因为你每一个身体的关节 或者动作 实际上都需要运用到 肌肉的力量 是的 其实我们常说 不是只有上班族 或是一般运动员 我常说其实当你坐在那边 你能够做一些 适当的柔软操健身操 当然跟你起来走一走动一动 其实这对都有帮助 而且现在的观念 不是说你一定要去球场跑 而是你能够利用 随时随地 我常说最近四足赛 到有个观念 不要看四足赛 就在那边喝啤酒吃炸鸡 其实起来动一动 动动手动动脚 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接下来 安琪老师就要来分享一个 健康好料理 老师今天要分享的是 四川名菜 这个叫做棒棒鸡 不是棒棒腿 不是棒棒腿 我常常有的时候 在超级市场量饭店 看到那种美式鸡腿 叫棒棒腿 但是今天做的菜叫棒棒鸡 对 我跟小朋友在 我们执行制作在讲的时候 他没有听过棒棒鸡 我也没听过 他是一个四川有名的名赛 他这个做好之后 他们拿棒子去锤打鸡胸肉 所以叫棒棒鸡 所以叫棒棒鸡 那四川人是先把鸡胸肉 做了入味 然后直接拿棒子 这样子打 白煮了之后 白煮了之后 拿棒子 把鸡肉取下来 然后拿棒子去锤它 把这个鸡胸肉松散一点 然后它的鸡胸肉就不会老了 鸡胸肉最怕它会老 会干涩 所以我们今天从煮鸡开始来教大家 好 那先讨论一下 这个鸡胸肉跟我传统 在一般的超级市场买到的 完全去皮的鸡胸肉又不一样 对 这个带皮还带架子 带骨架子 因为这个鸡 如果有这个骨架子撑着它 你看等它煮完了之后 它很长 它的纤维都是拉开来的 那你这样切的时候 它不会缩在那里 缩在那里的话 你那个肉就不好切 不漂亮 所以一定要买这种带骨的这种鸡头 而且这样煮一煮 你有个鸡汤可以用了 对 因为我今天买的是 这个半土鸡的鸡胸肉 好 那我们先看看 所以这个其实是鸡胸肉 但是它是带骨的 带骨头 这种是不是只有传统市场 传统市场比较容易买得到 现在好像超市都给你清修了 它就叫清修的鸡胸肉 好 所以我们今天这边来教大家 有很多人也在问白煮鸡 怎么煮 白切鸡要煮得好 其实我们要找一个小一点的锅子 如果你是整只鸡 你也是要把这个鸡 放在这个锅子里头 先看一看 然后凉水盖住你的鸡 只要盖住你的鸡就可以了 因为你水太多 它的甜味都跑到水里头去了 真的喔 对 在四岁到五十岁 你每十年 你的鸡肉都流失五到八 等到六十岁以上 你每十年会流失到十二以上 其实我们常讲 很多人鸡肉有了 可是这边酸 这边痛 怎么样 发炎 发炎是我们造成鸡肉疼痛 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们再用好的油 像我们那个三 我们那个九 所以我们今天这边 我们这个胸肉 所以差不多刚好的锅子就够了 这个胸肉都能够泡在水里面 这样就够了 对 不要用到超大锅 不要用到超大锅 超大锅的话 你煮在这个鸡就不甜了 而且鸡汤也不能用 不然的话我们要煮一个鸡胸肉 有出来的这个鸡汤还可以用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所以你并没有汆烫它 没有汆烫它 你现在白煮鸡 可是煮完之后 首先是鸡可以拿出来用 对 再来是剩下的汤变成鸡膏汤 对 所以你现在要下香料 对 葱姜 两片姜 然后这边我们来一点米酒 或者绍兴酒都可以 然后我们就开水 像真正煮这个白煮鸡的话 只要放下去 然后拿起来 等水再滚了再放下去 要三次 要三次那样子 让水再滚再放下去 这是让它鸡皮会Q 那我们今天没有这么讲究 所以我们只要把它放下去 然后等它煮滚了 之后我们就改小火 改小火之后呢 我们盖上锅盖 15分钟之后就关火 关火 但是不要开盖子 我们给它闷在里面 所以有点泡它 用热气泡它 把它泡熟 这个鸡胸肉就会比较嫩 所以以这样一副来讲 15分钟 然后泡20分钟 那我给镜头拍一下 这个是录影前 老师是先煮了跟泡的 对 所以你看它的鸡胸肉 含水量还很高 对 那而且在家里面 我们这个煮好了之后拿出来 就是泡好了之后拿出来 我们放在盘子里面 你可以拿一个厨房纸巾弄湿了 弄湿的时候你盖在皮上面 就不要让这个鸡皮干掉 因为我们吃棒棒鸡是连皮吃的 所以有点把它敷脸的概念 对对对 敷住 就是让它包有水分 水分 对 你如果说你放在那边 它吹发 它这个热气散掉了 皮就干掉了 好 那我们今天做棒棒鸡 我换一个垫底的材料 这个是油豆腐 现在市面上可以看到 有一点日式油豆腐的概念 它做的比较大 那它比较嫩 那我们今天就不用百叶来垫底 我们用这个油豆腐来垫底 好 那油豆腐为什么要泡一下凉水 泡一下冷开水洗一洗 我们摆回来之后拿水洗过了 但是我们没有拿冷开水冲过 你如果希望它在那一点 你当然烫在家里面拿水烫一下 也可以 但是棒棒鸡是可以吃成凉菜的 棒棒鸡适合到凉菜 所以我们这个油豆腐 所以我们店底是豆腐 豆腐 这个油豆腐我们就给它冲冷水 那因为它是川菜 它的酱料是有川菜的浓郁跟香度的 所以你会看它的食材是比较没有味道的 像豆腐像白斩鸡都是本身比较不入味的 对 老师那你刚刚水煮那一副白斩鸡的时候 你没有加盐巴 没有加盐巴 我们煮的时候不能加盐巴 加盐巴它会让水分适出来 它会吸引你的水分 那怎么把它的咸度煮出来 我们待会淋酱 你如果说是要做白斩鸡的话 通常拿出来趁热我们抹盐 抹了盐之后再盖湿纸 那它就会有咸味了 但是今天我们是完全靠这个棒棒鸡的酱 所以我们就只是盖它 让它没有味道没关系 所以水煮它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盐巴下去 因为我们没有要它肉有味道 我们不需要它肉有味道 所以白斩鸡要煮得好 是有学问的 对 那我们把油豆腐垫底之后 我这边用黄瓜 这个黄瓜我这边有三条 我把它切片之后 就是把它腌一下 但是我们就讲过 腌的时候我们不要完全用盐 它会有点苦鲜 所以我们是一的盐 二的糖 一比二 盐跟糖 盐多久 腌20分钟 然后一样把它拧干 去掉水 冷开水冲洗一下之后 我们就把它挤干 它这样就很脆 你可以吃吃看 好 好 那我们这个 好吃 你这腌黄瓜可以盛一道菜 我都腌大声 淋一点麻油 一点辣油 就是凉拌黄瓜 没有 这样单吃就很好吃 来我给左边的吃吃 来左边的吃吃原味 那我们现在这个鸡 我们就来切 这个鸡的脖子 其实我们是不需要的 我们把鸡脖子拿下来 那鸡脖子拿下来 你可以在水里面再去煮一下 变成鸡膏汤 鸡膏汤 对 熬膏汤 那我们这边就是靠着这个骨头 这边 我们把它切一个刀口 这个是传统的川菜棒棒鸡 它会带皮带肉 对带皮带肉 所以传统的四川人是拿什么棍棒来敲它 他们拿一个木头棒子 拿一个木头棒子就这样捶它 那我们一般在家里面 妈妈一些 没有木头 没有木头 我们就这 我今天这带的特别带一把厚刀 对 厚刀它有重量 或者是我们拿厚刀的这个刀背 这样把它这样敲一敲 它纖维就断了 对 它纖维就断了 然后你就给它切块 因为它是熟的肉 而且它是白肉 所以它的纖维比较松散 对 所以其实只要这样拍它就会断了 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这样放在上面 好 我们把它放下来 那中间这一块 中间这一块我们就丢回去再煮 再可以熬30分钟就变成鸡膏汤了 我们再丢回 因为这个都还有鲜味 那当然如果说是 你要再拆鸡丝也可以 拆鸡丝也可以 或者是直接这样吃就等于吃了蛋白质 对 但那个鸡胸肉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它没有肥肉 好 那我们这个好了之后 我们就来调我们的这个酱汁 那四川菜号称是百菜百味 一百个菜它可以说出一百个味道 那它这个是拿芝麻酱做垫底 好 我们先给镜头拍拍 好 这个是浓郁的芝麻酱 对 我调过 但是安琪老师调了水 对 所以这是纯芝麻 纯芝麻酱 调水因为比较麻烦 就是说我把它先做起来 因为调水的话呢 你把芝麻酱放在碗里头 要一汤匙一汤匙的这个水加进去 慢慢打它 水加一汤匙 然后要 你如果加了三汤匙 它就花掉了 对 它会跟着你的水 它就不匀了 好 那你一般帮我搅 我现在再来加 这是酱油 好 酱油的比例要加多少 酱油大概有个两汤匙 两汤匙 然后这个镇姜醋一汤匙 镇姜醋一汤匙 然后我们这边有这个麻油一汤匙 好 这酱油麻油醋就是我常讲的三合油 好 酱油麻油醋 夏天很多三合油的基底 对 那这边呢 我们加一些姜汁 好 我们把姜磨成泥之后呢 给它挤出来的姜汁 这边有蒜泥 就把蒜呢 给它磨成泥 但是蒜泥好像比姜汁多 蒜多姜少 好 然后呢我们放葱花 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像也可以拌凉面 也可以拌凉面 对 这个所以是百搭 那还有红油 红油 因为川外一定要有红油 这是我自己练的这个 拿四种那个花生 辣椒粉去练出来的 这个最后的点灵魂是我们的花椒粉 所以这个就是川菜的基本酱油 对 就是说花椒是提香 那红油是提辣 那红油观众朋友可以 也可以自己练 自己练 就用辣椒粉跟油烧热 我用四种辣椒粉 粗辣椒粉 细辣椒粉 还有这个朝天椒的辣椒粉 很辣 另外一个是韩国辣椒粉 是做它的红色 好 所以你就烧了油之后 去冲那个辣椒粉 那烧油的时候呢 要放葱姜蒜 葱姜花椒八角 橙皮桂皮 一块去烧这个油 让这个油有香气 然后冲到辣椒粉里的来 所以这个辣油是有香气的辣油 那我们改天让安琪老师来做做这个红油 因为安琪老师这个超香的 这个拌任何东西都好吃 对 你在家里头现在有松板猪 你煮一块松板猪 然后你淋这个sauce 这个也很好吃 很好吃 这个拌面 拌菜 拌所有的这个水煮的 我觉得拌海鲜也都会做 对拌海鲜也很好吃 因为最主要它花椒味道很香 所以花椒味也是现打的 那在川菜里面常常会放一些这个芝麻粒 放一些芝麻粒 在最后像这个怪味鸡它就会撒一些 那我今天放一些松子 反正就是坚果类 对坚果类它也是给我们增加蛋白质的 所以我们就放一些松子 但是这个酱就是灵魂了 对 酱是灵魂 好 所以学会了这个酱不止棒棒鸡 或者凉面夏天凉拌菜都可以加 对 夏天凉面是最主要的 我们就是用这个酱底来做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谢谢 这个味道 我们刚刚几位市委医师讨论说 这个酱如果光是拌面什么东西 就磕掉两三碗 我觉得我们如果自己做来讲 可能里面的料或工法 还不会像老师做的这么好了 不过基本上在夏天来讲 有的时候大家不太喜欢吃肉 或者觉得吃肉 比较好像很热的天气吃不下去 用这种棒鸡的做法凉菜 其实这蛋白质很容易入进去 重要的是里面除了我们讲鸡肉以外 它的植物蛋白质豆腐都吃进去了 我们常讲蛋白质蛋白质 其实我们在国建署跟大家讲说 蛋白质不是只有肉哦 豆蛋鱼肉类都叫做肉 所以在植物的蛋白来讲 也是我们会大家可以从植物上的肉 这些豆啊 或者很多都在摄取 你看 我不要养成所谓鸡肉骨 我们讲说鸡肉 然后跟骨头都是非常重要的 蛋白质我们不管什么 这个我们讲肉啦 或者说蛋类啦 都会很重要 钙不要忘记了 如果没有很好的钙质 其实见过骨头来出问题 还不要忘记了 其实我们在鸡肉收缩过程当中 我们钙质非常重要 常常在如果钙不够的人 他鸡肉收缩会出问题 不是抽筋啊 要不然鸡肉没有力气 不管从芝麻 什么法菜乡村 这个里面来讲 所有的钙质在食物当中 摄取不是很困难 另外不要忘记了铁 刚刚老师最后家里的松子 这个里面 其实我们在很多坚果类 当然海鲜里面有的铁 铁类子来讲的话 它对鸡肉放纵很重要 我们很多人来讲 铁摄取不够 其实我们在骨头建构 还是出问题 各位记得 我们要让这个钙进到骨头 要有完美的铁的比率 所以铁很重要 另外来讲鑫 鑫来讲我们从海鲜 不管母栗虾或者是一些坚果类 都有这个鑫 鑫来讲 它对我们这个细胞分裂 是很有帮助 我们任何细胞分裂的过程当中 包括免疫细胞 包括我们的体细胞 包括肌肉细胞 你没有鑫的话 其实我们免疫下降 我们的分裂是出问题的 你细胞分裂出问题 要增加肌肉就不是OK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好的油 其实我们常讲 很多人肌肉有了 可是这边酸 那边痛 怎么样 发炎 发炎是我们造成肌肉疼痛 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们在用好的油 像我们那个3 我们那个9 不管从鱼 或者是我们讲橄榄油 诸如此类的油 好油 都有抗发炎的效果 这个其实我们在养出 一个很好肌肉 这些东西除此以外 我还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了 碳水化合物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有一个patient来找我们 就说 因为它就是肌肉不是很够 而且常常有感染的问题 后来我们帮它测量来讲 它有骨松 肌肉也不是很好 那后来我 他说 女医师其实我们在运动完之后 我去快走 去甚至慢跑 我完了之后 对我吃蛋白质 然后我说你吃什么蛋白质 我吃一个鸡蛋 我也是补充蛋白质粉 就三月回来之后 发现 奇怪 肌肉量还是差不多 没有增加很多 我跟他讲个诀窍 其实在运动完 30分钟之内 我除了吃蛋白质以外 不要忘记了 碳水化合物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 你看我们在NBA 你跑NBA球场里面 看NBA他们的后面 一堆香蕉 这是干嘛 那不是光是能量 事实上 他会增加肌肉的促进 我们足够碳水化合物 下去之后 会增加我们的胰岛素 胰岛素会有什么逻辑呢 胰岛素增加之后 会把你吃到肚子里面的氨基酸 送到肌肉里面去 换加说 你吃了一堆蛋白质 没有足够碳水化合物 你的氨基酸 就在血里面绕来绕去 最后变成寒淡飞会排掉了 所以肌肉不见得会增加 那譬如我们举单 简单讲 喝点 我就想要说 你吃个鸡蛋 可能吃个半根香蕉 或者一片小吐司 加一块鸡胸肉 这个有蛋 有蛋白质 有酸化物 这样子才有办法 后来他在三个月之后 果然居然有增加了 云你好像 因为有一阵子 腰酸背痛 所以就特别在意 练自己身体的肌肉 对 因为我刚生完小孩的时候 小孩我自己顾 然后你知道我儿子 我都是要一只手抱他 然后一只手做家事 永远都是这只手抱他 这只手做家事 然后他睡觉的时候 你要喂奶 你也是这样睡觉 然后他一直抱到很大 他都要妈妈抱 后来我发现 而且我都没有在运动 因为你在家顾他都来不及了 没有时间去运动 我也不出去晒太阳 后来有一阵子 我发现我的有一边 就是抱他的那一边 酸到 我连举一个茶杯 举咖啡的那个杯子 拿起来都会酸 酸到我的手会抖 所以那个杯子拿起来 就手一直抖一直抖 我就觉得事态很严重 我就去检查 那当然就是治标不治本 就贴贴药膏啊 然后吃吃止痛药 肌肉松弛剂 然后等小孩大一点 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状况不太好 因为我常常痛到的时候 半夜睡不着 好像头也痛 肩膀也痛 然后我就去练瑜伽 后来练瑜伽 瑜伽就是左右对称 后来你就会发现 你的左右非常不对称 有一边松松的 有一边就很紧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 我的脊椎都已经侧弯了 因为我永远用一边的手 在做事情 所以我的脊椎和骨盆 都已经歪掉了 可是我现在看你的手 你有二头肌耶 我有 因为我很强 对对对 真的 你很强耶 有小老鼠 所以你是练了瑜伽之后 你很多核心的肌肉 就练到非常有力量 对 是慢慢很多年之后 慢慢慢慢才建立起来的 刚开始上瑜伽课的时候 也非常辛苦啊 一个小时的课就一直抖一直抖 因为就完全没有肌肉 所以你会发现某一些健身狂人 或者网络上那些健身教练 他们都是做了那种重量训练 跟核心的训练之后 就开始吃高蛋白 对 高蛋白 还有一些人是疯狂到吃很多 高蛋白的那种粉 或者营养补充品 但是龙师傅要介绍大家的是 高蛋白的健康好料理 对 没错 我们可以尽量从这些原食材里面 来做这个 来取得这些营养素 那我今天就是特别用的像这个 非常优质的这个 钓鱼 钓鱼片跟虾仁来做 那首先呢 因为我这边还有搭配就是 这个最好的就是鲜奶 鲜奶 因为它是一个蛋白质的来源 那这边的话 像钓鱼片 我先用盐巴跟米酒先腌制过 然后可能要在锅子里面要煎 所以先给它沾一点这个 好 我们沾一点面粉 对 所以这个师傅今天要做的是 奶香菊霜鲜 那这个是老少咸里的菜色 那师傅要先热锅热油 待会儿要煎嘛 对 好的 麻烦您关姐 这样子够 可以可以对 稍微一点油 那因为待会儿要煎这个海鲜 所以师傅 这个稍微把鱼片跟虾仁都要裹一点点干的粉 对一点干粉 因为我们再下去 第一个是可以保护鱼的这个水分 肉质 然后第二个就是 在煎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脆皮 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 好 好 那这边沾好之后就 我们热锅热油之后鱼片先下去 对 好那这边也是虾仁 也是刚刚有用盐巴 还有那个米酒 稍微做一个胭脂 然后去了虾壳里的肠里之后 对 也裹一点粉 对一点的像这个是用中筋面粉就可以了 好 那其实这个鱼其实 鱼片在切的时候尽量不要切太薄 让它有点厚度 因为现在其实鱼它在做的时候 如果你切太薄的话 很容易就是你一般就散掉 对 结实或不断减重 你瘦现在全部怎么样 你的肌肉萎缩了 这不小心胖过来的话 你体脂就增加 这会造成一个溜溜球效率 身体的肌肉比例比较多 你不太容易累 比较不会腰痠肥痛 而且吃多一点不太容易胖 因为代谢比较好 龙师傅平常运动吗 平常每天都在劳动 劳动不等于运动 对啊 所以很糟糕 每天都在想要做什么料理给客人吃 那往往就比较忽略运动的部分 所以现代人很多时候运动就很难 长期的大量的吃 所以我刚才很羡慕 像刚才雨宁说 她在练鱼家 对啊 看到那个二头肌出来 你看到她二头肌没有觉得很厉害 我刚刚远远看就觉得 她的双臂在女生当中 是很强而有力的 对 而且人发现身体的肌肉比例比较多 你不太容易累 比较不容易疲乏和累 对 就是说身体的肌肉比较好的时候 其实你的体力也比较好 对 新陈代谢也比较好 然后也比较不会腰痠背痛 而且吃多一点不太容易胖 因为代谢比较好 对 好 我刚才把这个虾子也稍微放下来了 你看它有点这个 沾一些面粉之后 它很容易就有这个金黄色的颜色 就会上去了 那我稍微给它翻一下 而且它的香气跟甜度都比较好保留 对 没错 好 那再来呢 这个非常简单 就刚刚准备的这些蔬菜 像这个就是用一些菇菌类的一些食材 嗯 然后呢 像这个黄黄甜椒 就把它切丝就可以了 嗯 直接放进来 对 然后这是黄甜椒 嗯 然后这是一般的像这个木耳 木耳 对 然后这样可能放进来 嗯 好 然后呢 还有会使用一些像这个 菠菜 对 菠菜给它放进来 好漂亮 对 好 所以就大量的蔬菜跟这一个海鲜 都可以拌在一起 那最后的起司跟这个一点点的这个 鲜奶油是零混了 嗯 对 那这边的菊的话 我刚才有讲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边用一点点的高汤就可以了 对 这是我 这是用这个像这个海鲜的高汤 嗯 对 然后淋下来 大概只要一小碗就够了 一小碗就可以 一小碗就好了 因为待会这些蔬菜还有水分会有出来 对 然后再起司这个时候就要先放进来了 诶 对 所以你现在食材还没有全熟 哦 但是你锅底是有一点点水分 有一点水蒸煮了 是的 好 到这时候把它盖起来了 那这样要焗多久 呃 因为这里面食材其实都蛮快熟 大概差不多两分钟左右 然后最后开盖牛奶淋上去 然后开盖牛奶淋以后你就会体会说 有什么不一样 哦 嗯 好 再来 我们就把我们的毛巾拿起来 嗯 那我们现在呢就先 好 与间同宽 嗯 好 拉上去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两只手打直 嗯 不要向前倾 也不要向后仰 嗯 好 这时候呢 右手用力拉 哦 右手用力拉 对 右手用力拉 有差耶 对 用力拉过去 嗯 哦 我们的师傅可能手没有打直哦 帅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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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有 他是这个肢体最僵硬 对 真的 这个都慢慢可以改善 马上发现了 可以改善到像我们的杨小姐那么好 哇 最标准 拉着 这时候呢 两只手还是打直的 嗯 是打直 然后这时候慢慢吐气 吐气 吐到最后呢 大概撑个十秒钟 嗯 好 闻吸气回来 哦 会累 哇 有 有认真拉近 有 左边拉过去 好 还是一样打直 哇 对 然后闻 慢慢吐气出去 然后再撑个十秒左右 闻再吸气回来 好 这是第一招 再来就是 闻 拉到闻的脖子后面 哦 哇 脖子后面 可是呢 这时候 毛巾不要碰到闻的脖子 好 不要碰到闻头部 然后这时候呢 一样毛巾要维持着 他的一个张力 张力 好 闻这时候呢 往右后方转过去 你会发现闻的腰部 腹肢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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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都被拉扯到 这时候一样慢慢地吐气出去 好 再吸气回来 好 再来就往闻的左边过去 这个动作你以为很简单 但是事实上 对 必须在动那个腰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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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识不良 圈颈真的怎么拉琴都拉不好 结果后来我叫他做了这些毛巾操以后 音色也变得很漂亮 整个都非常的好 其实也不是只有像这个提琴的 还有像司机 计程车司机 或是我们自己开车开久了以后 也可以做这些知识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牙医 也是这样 因为牙医也是长期颈椎 所以是大量使用的 还有他这样子使用的时候 那个肩颈翻痛 痛到跟我那类似 所以这些几乎所有的 刚刚就讲了 大概七成八成左右 都很需要做这些 好那这个同一时间我们师傅 这个 是的 举海鲜也举好了 好来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你看一下 他这个整个 所以他要煮一点汤水 对对对对 他每个食材都非常的漂亮 稍微给他拌一下 拌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在家里复制的出来 可以可以 这很简单 然后最后就是重点 就是这个牛奶要下去 对对对 让他奶香 对对对 小朋友会很喜欢 奶香的味道 这样就很简单就可以完成了 好那我们就来试试哦 我们常常讲说 如果你这个鱼有点带腥味 小孩子一般不太能够接受这种口味 所以隆士部门最大的料理方法 他那个鲜味都出来了 我觉得很妙 那可能我们刚刚讲 他没加什么特别的盐巴 都没有 可是你的起司里面 包括我们高盐部分的盐 这非常棒 我们先讲说这个鸡少鸡少 特别讲说 我们要想要增鸡 可是有些东西的习惯 我们特别注意一下 不好的习惯先避开 否则你再怎么努力 又有一个问题 我们这有几个重要的习惯 给大家看看 如果你饮食缺乏 钙质跟蛋白质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这东西饮食上缺乏这东西 你要建构肌肉骨骼 那那出问题 不过我特别强调 节食或不当减重 很多女生 男生那也有 但女生特别喜欢用 什么我多吃蔬菜 我喝水 好像瘦下来了 可是你瘦下来 全部怎么样 你的肌肉萎缩了 然后你又想 这不小心又胖火来的话 你体脂又增加 这会造成一个溜溜球效应 这是很不好的 另外我们带女生 很喜欢追求白皙 对不对 都不太照着太阳 我们讲说这个 在太阳来讲 皮肤和合成温度低 有促进 可以促进钙质的 一个吸收跟利用 所以如果说你 都不晒太阳 也麻烦 另外饮酒过量 跟抽烟 其实做过研究 酗酒的人 他罹患激少症 一般的两到三倍 其实我研究了 酗酒的人 他罹患这个激少症 跟骨质中 是一般的两到三倍 这是一个有数字统计 所以一般我们叫饮酒 过量或抽烟的人 会影响钙质吸收 另外喜欢喝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 其实它里面 磷非常高 其实我们常常讲 磷太高 会干扰钙的代谢 磷太高 会降低 钙进入骨质 所以一般来讲 喜欢喝碳酸饮料的 小朋友来讲 包括当然也是一样 其实会容易罹患骨松 另外吃重点 我们吃太咸的东西 一个饮不小心 一般降料 什么盐酥去吃下去 盐巴的那 也会妨碍 钙的吸收 其实我们常讲 这个坏习完 特别小心 你可能要注意看 自己家里的小朋友 我真的碰到一个 妈妈带他儿子来 就儿子来讲 他妈妈因为 会让小孩子希望 碍子心切 让他经历私校 私校来讲的话 要很远的地方 要坐捷运 就他从早上开始到捷运 到了学校 逛着那个车程 到那边站在50分钟 来回大概就将近两个小时 他说他每天早上 把小孩子准备 早上完了就出去了 那完了很晚回来 他望子成龙心切 结果发现 这小朋友在这一年来 功课并没有改进 而且呢 好像身高都不太长 原来他每天坐捷运 就在里面 然后那小朋友呢 会滑手机 然后下课回来呢 会带个饮料 加个盐酥机 完完全全都是 这些不好的习惯 全上升 结果他说 不但小朋友功课没进步 而且他的这些身高 他视力也不好 所以我呼吁大家要注意一下 自己家里这个小朋友呢 可能在这方面的习惯 要特别小心一点 而且请教一下王医师 刚刚讲的这些坏习惯 都会影响到肌肉 肌肉没力 真的人会胃老先衰 对 其实很多人 其实抱小孩 其实妈妈很多受伤 都是因为抱小孩 为了可能有些 怕跌倒或干嘛的时候 为了保护小孩 自己会受伤 其实很多阿嬷也会这样子 那其实刚才有提到说 要运动 我常说给大家一个观念 其实今天讲肌扫症 基本上一个观念 你在年轻的时候 在你到三四十岁的时候 你本身的肌肉群 一定要先养够 那是你的最高峰 如果那时候你不够的时候 你要维持它 不要掉得太快 所以年轻的时候 要让你的肉增加 轻壮年到三十岁 到差不多六十岁的时候 要维持你的肌肉 因为那时候 在四十岁到五十岁 你每十年 你的肌肉都流失五到八 等到六十岁以上的时候 你每年 每十年会流失到十二以上 所以你就必须靠很多的运动 那我们这样比较说 我们身体要维持 我们身体里面 比较好的肌肉地方 有所谓的四大肌群 阔背肌 核心肌群 臀肌 跟大腿 刚才所提到的那个 那个四头肌 所以说基本上 你本身 阔背肌可以维持 你整个身体的姿势 那其他的大腿小腿 让你本身 新陈代谢能够提高 那说说 这个基本上 就做一些适当的训练 它在不管以前 我们说的什么 333或531 我常讲 你只要肯做 现在的观念 每个礼拜 五天 多走路 走快一点 每一秒钟 可以走差不多四步左右 当你一秒钟 如果只能走两步的话 可能小于一公尺 你真的就积少症 那可以走快一点的话 这样慢慢训练 训练你的心肺功能 不管是有氧或无氧运动 其实慢慢 就可以提升你身体的健康 所以与妮就很在意 这一个肌肉的状况跟健康 我觉得演艺圈的大嫂团 就你跟曾亚兰 肌肉最紧 对 因为我有看过 那种才四五十岁的女生 像我教室 有很多这种女生来上课 我的教室 从一楼到二楼 是爬楼梯 一条直直的楼梯 有一些四五十岁的贵妇 她们因为怕下太阳 过个马路 都把自己包得很好 结果走进来 一楼爬到二楼 看了一下教室 就说我不来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爬楼梯太累了 我的腿没有力 所以因为我看过这样太多的女生 我就觉得我就给我自己警惕说 我不能变成那样 因为我也是往四十走 那再加上我不能晒太阳 因为你知道当艺人吗 常晒得黑黑的 其实制作人不喜欢 厂商不喜欢 所以我们尽量都不晒太阳 不能让自己黑 不能让自己有斑 那我又爱喝碳酸饮料 又爱喝咖啡 对 然后又吃重鲜 所以其实虽然我有运动 我有肌肉 但是我还是很注意 自己盖的补充 所以我最近就是 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就是钙粉 因为它就是很方便携带 你就放在包包里一包就好了 然后它又很好吃 因为以前吃的钙片一大颗 有的时候我吞下去 都觉得哇好塞 那你看它的钙粉 非常的细 就是那个粉末细细的 然后酸酸甜甜的 很好吃 那现在我们全家人 每天必须要补充的都是钙粉 为什么 因为我儿子才13岁14岁 刚好在转大人要长高 他现在多高 他虽然一百七十几公分 但是我不得不说是因为妈妈顾得好 不是爸爸基因好 不是爸爸基因好 是妈妈顾得好 以他年纪现在一百七十几 他有机会变到一八零 对 那就是因为他冲太快 你知道他个子长太快 可是他的牙齿还没长完 真的 14岁牙齿没长完 14岁牙齿没长完 可是他身高有一百七十几 对 那我就很担心 是不是因为他的钙都去长个子了 没有长牙齿 所以我也给他补牙齿 但是他个子长得高 其实我也蛮安心的 所以钙一定要补 那爸爸也才一百七出头 所以当然哪一个妈妈 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到一百八以上 所以既然基因没有那么好 那我们就后天来补 所以也一定要 这个逻辑对 对 那加上我老公为什么 因为我老公比我大16岁 然后我把我自己顾得那么好 那么健康 肌肉那么漂亮 那总不希望走出去 大家都说 那是你爸爸 而且再加上我老公 他也是每一天 一整天十几个小时 都在摄影棚工作 他也没有时间去晒太阳 所以我觉得老公 你也要把他顾好 我们毕竟要牵手一辈子 所以其实我也会给他吃 那家里的长辈 通常我们过年过节 要送礼的时候 我们都会送非常健康的健康食品 像钙粉之类的 雇他们的身体 他们最开心 因为老人家可能也会担心 骨本跟骨质疏 那补钙对现代人来讲 有意义吗 这个要怎么补钙 要补什么钙 然后钙要怎么挑 我觉得这是很常很常 在门诊被问到的问题 那给大家归纳几个重点 就是说到底要哪一种钙 市面上各式各样的 碳酸钙什么什么钙 一大堆的 原则上这样 以比较能够买得到 因为有些东西可能 它比较少量 你可能要跑很多家药局 或是那个通路比较少 原则上柠檬酸钙 它的吸收效率 还是比一般传统的碳酸钙来的高 碳酸钙你需要饭后补充 然后你饭后有胃酸 它的酸才能够促进 你的钙的吸收 柠檬酸钙比较没有这样的问题 而且它比较能够减少 会就是那种负胀 还有就是结石的这样的副作用 所以如果在可以比较容易挑选的通路上面来看 我比较建议柠檬酸钙的补充 再就是你在挑钙的时候 现在慢慢大家发现 鎂离子的重要性 我们刚刚刘医师有提到过 所以钙跟鎂的比例 最好能够是2比1这样的一个比例 他们这样对于你钙的吸收效率 跟身体的生理调节机能来讲的话 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调节作用 但其实你会觉得说 那到底有哪些因素 哪些维生素 是能够影响对这个钙的吸收之类的呢 除了我们以往知道的 它就像维生素K 其实维生素K它是 我们身体控制凝血功能 其实它对于我们心血管 尤其血管的那个 容易不容易钙化 它的一些调节上面其实也很重要 所以就是说 我们以往可能觉得说 只是有维生素D 大家知道钙片我们先讲一下 维生素D 现在的钙几乎都会包含维生素D 几乎都会有了 而且国人缺乏维生素D的案例很多 很多 对 大家一定知道维生素D 尤其是维生素D3 它对于我们钙的吸收 促进这个吸收是非常重要 所以现在几乎钙片都会钙 好一点的会加鎂 然后维生素D 所以以往我们人文说维生素D3之外 维生素K其实也很重要 再来维生素C 我们看第二个维生素C 维生素C它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你知道其实我们骨头不只要硬 我们不是要硬棒棒 我们还有韧性 韧性是胶原蛋白来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的骨质的部分 我们要强韧 我们要有力 而不是像花瓶一样 这么的硬 这么的脆 而不堪一击 对 所以其实维生素C 这种胶原蛋白的形成 你不单是肌肉嘛 也需要胶原蛋白啊 骨头这部分也是需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会推荐大家说 你在钙的吸收上面 因为你需要好的肠胃功能 所以如果有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啊 像橘剧纤维之类的 你能比较能够维持你的肠胃 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菌 那个益生菌的一个菌相 那你的吸收功能好的话 你的钙的吸收也会跟着好 所以你从这一个年纪 就会长期的跟着补充钙 而且有一些女生更年期过后 可能骨质疏松跟钙质的流失 都会更快 你不要等到流失再来补 其实在还来得及的时候 你就不要让它流失 你就先固定住 对 先维持住身体的这个骨本跟钙本 真的很重要 那节目最后 吕医师也要再分享两个 这一个简单的毛巾操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好 就像刚刚几位专家讲的 我们的肌肉 肌肉的力量 肌的含量都很重要 尤其在30岁以上 每年都会流失1%的肌肉量 所以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很简单 很简单的动作 就是我们可以拿毛巾 然后这后面来 其实呢 然后呢 就站直 然后两只脚与肩同宽 然后我们这双手往后举 对 这个腰也会酸痛 这也是我们的练习 如果呢 不酸痛的话 你把毛巾再拉短一点 我相信羊肖也可以拉得很短一点 那这时候最重要是 不要往前傾 也不要往后仰 就站直一点 然后呢 整个肌肉一往后拉 一拉 就会发现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对 可是呢 你的那个整个肩胛骨里面 那高方的地方 都会活动到 会运动到 那我们再来讲一个 另外一个动作 与肩同宽 然后稍微蹲着 半蹲 像这样半蹲的时候呢 其实就像我们 让我们的股四头肌 可以健壮一点 那股四头肌 就是包括四个肌肉嘛 对 股直肌 股中肌 还有股外侧肌 股内侧肌 那像这时候呢 一样 毛巾不要碰到 我们的头部 那这样子 悬空的 然后呢 我们一样往后 往后转 往后一转 你发现 比刚才 更累 对 更累了 然后好 再慢慢吸气回来 一样的动作 往后 这时候吸气回来 然后再慢慢吐气 然后往左侧方下过去 这时候慢慢吐 吐到最后呢 你可以撑个十秒钟 撑个十秒钟 然后再慢慢吸气 好 谢谢吕医师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时间准时再见 谢谢 谢谢